大家好 我是健康管理師李曉 現在這個社會 無論是男是女 顏值總是排第一的 都很看重我們個人形象還有魅力 都希望自己面色紅潤光彩照人 男人希望自己體型強壯 女人希望豐滿挺拔 說實話 與其我們法希望寄託在美容美髮 或者是化妝品健身之上 不如好好保養自己的肾 說起肾虛 很多人都以為肾虛是男人的專利 其實肾虛它是不分男女的 而且也會隨著女人社會壓力的逐漸增大 以及生活節奏變快和不良的生活方式等等 讓肾虛越來越年輕化 普遍化了 二三十歲肾虛的女人現在還真是不少 引起肾虛的因素有很多 但是最常見的原因還是房事過貧 不知節制 一切無度所導致的 房事的頻度因人而異 一般來說 以房事之後第二天身體不感覺乏累 心情感覺到舒暢為何事 從年齡上看 青年夫婦每週兩到三次 中年夫婦每週一到兩次就可以了 肾虛的時候 男人的表現要比女人會更加明顯一些 所以我們一般都是男士特別關注養肾 其實肾好的男人 我們一眼就能看得出來 他的身體有兩處會比較黑 而且越黑說明他的肾越強大 第一處就是身體黑 與女人的身體不同 男人的沒有在於精壯的美 而且男人和女人的膚色也是有很大區別的 男人喜歡女人白一點 而女人則喜歡男人黑一點更好 黑一點的男人其實看起來會更加有男人味 他的魅力也會越大 而且特別會招一些小姑娘的喜歡 就很容易能夠俘過他們的芳心 原因就在於膚色偏黑的男性 長得比較高大的男人 他能夠給女人足夠的安全感 第二處比較黑的地方是毛髮黑 中一理論講 髮為血之魚 頭髮污黑濃密 說明精血比較旺盛 尤其是在未成年之前 他更有說明的意義 代表了一個人的人體先天遺傳的情況 先天就是父母親 肾氣充足 那他生出來的子女多半身體健壯 父母親肾經虧衰 那子女多半身體素質也比較弱 但是後天由於各種原因 也是都可以導致肾經虧虛的 即便是先天遺傳的很好 後天仍然會變虛 肾好都是養出來的 所以不論男女 在這個秋冬交替的季節 你要關注去養肾 我自己常用的四大養肾法 今天一下子全部分享給大家 都是您在生活當中隨時隨地都能做的小動作 第一個方法就是一定要泡腳溫肾 用溫熱的水泡腳 溫度比熱而不燙最好 泡上15到30分鐘 我一般會在泡腳的同時 雙手去搓自己的後腰部 搓熱你的手掌 然後在後腰上下這樣摩擦3到5分鐘 腰圍腎之腹 搓腰可以疏通我們的筋骨 能夠行其活血 溫腎撞腰 排出體內的寒濕 而腎筋又起於你的腳底 泡腳可以讓寒氣避免侵襲 日久能夠改善腰部怕冷 腰酸背痛這些問題 第二是睡覺不慎 每天晚上在臨時之前 我會把兩個手的手背 緊緊的靠在腰部 仰臥在床上 5到10分鐘之後呢 這個腰部的熱感會逐漸的傳遍全身 手背上這裡有一個外勞弓穴 就是我們手背對應著掌心的地方 就是外勞弓 脏腹肌有寒氣和熱氣都能從此和解 兩手的外勞弓緊貼腰部的腎區 雙掌的熱量會直接溫序到你的腎部 可以把腎內的寒氣驅除 還能夠促進睡眠質量的提高 第三個是提肛一腎 就像是我們忍大便一樣 將你的肛門向上提 然後放鬆 接著再向上提 就這樣 一提 一鬆 一提 一鬆 同時提的時候吸氣 鬆的時候呼氣 每次做上50次的提肛運動 隨時都可以進行 孫四秒在整中方當中就提到 骨道一常搓 骨道指的就是咱們肛門 孫四秒認為呢 肛門就位於人體督脈之上 而督脈為羊脈之海 它具有調節全身助羊筋 氣血的作用 經常去搓骨道 也就是提肛 可以提升中氣 可以強壯脏腹 調節氣血陰陽 第四點就是我經常揉耳朵 在我休息的時候就會用雙手捏 或者搓 或者拉 揉整個耳部 三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不拘泥手法 任何手法都可以 只要自己感覺不疼 舒適 耳朵搓完之後會變紅 甚至有溫暖的感覺 最好是你搓到自己的頸部 背部 甚至面部都有熱熱的感覺 此時呢 氣血通常非常的舒服 耳為肾之鞘 肾開鞘於耳 耳朵是六條羊筋靜脈所鋸的一個地方 經常只要按摩耳朵 可以起到健肾養身的作用 即便是你現在沒有這些肾區的症狀 那我今天講的這些養生保健的方法 你也是可以經常去做的 不論男女 不論年齡 養肾從什麼時候開始都不晚 如果您現在是30多歲 那麼今天李老師講的小方法 您每天去選擇一個來堅持練習就可以了 如果您現在已經超過了40歲 那麼這幾個方法啊 最好是每天都能夠抽時間輪流的坐上一遍 堅持上30天 你就會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輕鬆 越來越有精力 其實這就是肾氣在慢慢充實的表現 好了 那本期的內容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提高速是自古以來道家養生常用的方法 它的鍛鍊方法是非常多樣的 下面呢 我為大家從易到難講解四種鍛鍊方法 方便大家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來選擇使用 第一種是最簡單最基礎的提高鍛鍊法 你可以採用站姿 坐姿 行走 躺著 任何一種姿勢 放鬆 呼氣 然後用力的吸氣 同時收縮肛門 稍微的憋一會兒 心裡大概墨屬五個數 好 放鬆 呼氣 放鬆一下 接著 再次往上提高 就這樣一提 一鬆 反覆進行 每次做提高運動五十次左右 堅持五到十分鐘就可以了 當然你也可以不管時間 只要你自己感覺狀態很好 不累就可以多做 提高的同時最好是配合呼吸 吸氣的時候稍微用力 提高連同胃音一起上升 呼氣時一起放鬆 這種方法男女都可以練習 年齡大的人就可以從我今天講的 這種基礎的方法開始練習 第二種是快速提高法 就是說快速的去收縮肛門 每分鐘進行三十次 一天可以練習兩到三次 快速收縮肛門 也可以起到鍛鍊肛門闊躲躍肌的效果 最好就是我們在大小便之後 即時的快速的做提高運動 連續做五到十次 第三種方法是坐立提高 坐在床邊或者是凳子上 雙腳交叉 左腳在前或者是右腳在前 都可以這個看自己的習慣 然後雙手插腰 就這樣 站起來同時提高吸氣 堅持五秒鐘之後放鬆 呼氣 坐下 再重複 站起 連續做十到十五次 每天可以練習兩到三遍 站起的時候吸氣提高 同時進行 第四種是床上提高法 仰臥平躺在床上 屈膝 然後用頭部和你的雙腳作為支點 臀部用力的抬高 儘量使得你的身體和大腿 在同一個平面上 臀部抬高 臀部抬高的同時 做提高的動作 堅持五到二十秒 在堅持提高的時候呢 你可以保持自然的呼吸 不用刻意的去做腹式呼吸 能保持多久是因人而異的 放鬆 重複 大家慢慢的去練習就可以 放鬆的時候 放下臀部 放鬆肌肉 抬起的時候 提高同時呢收縮整個噴底肌 這種提高的方法 對腰部就有一些要求了 腰部太好的人要量力而為 但如果你能夠慢慢的做下來 這個動作不僅能夠改善我們 腰凸的問題 改善腰痛 並且呢還可以消耗腹部脂肪 改善腹部的血液循環 讓肚子變得緊緻 難度大 當然好處也就更多 這四種提高的方法 大家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來練習 你也可以在一天當中 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 條件不同來靈活使用 但是大家一定要勤加練習 堅持練習 提高是一個最簡單一行的養生方法 隨時隨地 不分時間場合都是可以進行的 而且呢不耽誤你做其他的事情 只要常練提高回春運動 就可以輕輕鬆鬆地把身體練好了 好了那本期的內容就到這裡 如果你還想學習更多 傳統養生鍛煉的方法 歡迎訂閱我的精品課程 圓周經絡操 將你居家對症鍛煉 養出好身體 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